油童花季到了 在汐止许多山区都可以看到油童花开 新北市议员廖正良服务处所主办的 童花季赏花活动 就要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登场了 今年是活动的第五年 服务处也特别把赏花地点再拉到汐定路 好让民众一边登山践行 一边欣赏油童花 而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 在30号这天早上 市议员廖正良他特地再来到了活动现场 来查看花开的状况 这是前年由新北市议员廖正良举办的童花季活动 周末假日的矽纸火车站旁公园 好多民众报名要到汐定路 一家大小一起赏花去 只见接驳车一步接一步 全都坐得满满满 而车子则是接民众到汐定路上 大约两公里出的土地公庙 然后民众可以沿着山路登山践行边赏花 只见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出游 看到飘落一地的油童花 大家好开心 尤其当一阵风吹过 好像下起了五月雪 民众也赶紧捡白色花朵集结起来拍照 又或者是像这位小妹妹做了花环 戴在头上好可爱 而今年的童花季 也将在这个周末登场了 每逢温馨的午夜 也正是童花盛开的时节 那我们今年也特地选到 这个汐定路的童花 那在这个礼拜六的早上 六点半到十点 在我们汐止火车站广场 集合有请了小型的设计巴士 送各位乡亲到土地公庙 让大家下车 又行着这个汐定路 往前走 差不多到四公里的地方 现在正好是游童花盛开的时候 而今年游新北市原料正良 持续举办的童花季活动 就要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登场 去年是细平路 今年则是将地点又拉到了细定路 在会看的这一天 遇上赏花的民众 直接民众拿出手机相机 拍下美丽景色 也有不少民众 把飘落的游童花 排成一个个的爱心 而在活动当天 在细植火车站前的公园 和往年一样 都会有接驳车 接民众到细定路的土地公庙 然后下车 民众可以沿着山路 来登山 践行 边赏花 早上六点半 我们就志工在现场服务大家 那现场就拧号码牌 那依乘车的号码 就是顺序上车 车满了之后 我们就送到我们这个 细定路这个土地公庙这边 就这样一直在巡违在跑 我们有三部的公车 在巡违在跑 我希望各位乡亲来共襄盛起 同时除了赏童之外 还可以践行 刚好也是母亲节的前一个礼拜 当天主办单位和往年一样 也准备了这美丽 不会凋谢的康乃馨 要送给辛苦的妈妈们 就是议员手上这红色康乃馨 有着清香味的赵丝花 温馨的午夜 那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 我们每年都有准备一些 非常漂亮的这个赵丝花 来送给现场的乡亲 及我们的伟大的妈妈 其实这个赵丝花是跟一般的鲜花 是不一样的 非常香之外也可以永久保存 可以插在自己的花瓶上 或随便插在一个角度上 都可以散发出非常芬芳的香味 温馨五月晴与幸福同在一起 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早上六点半到十点 在火车站前公园搭车 一元六正良也热情的邀请民众 当天来戏定路 渐行赏油桶花 雪橙慧玲 细致裁缝报导